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电影也是一门艺术 所以不同的价值标准 我看另外几位导演 他们其实也纠结 你看我记得你刚才讲的九千万这个事情 冯小康也说过 来三人行来说过 他夜宴 给我一亿 对不对 我该怎么用这个钱呢 我从来没拿到这么多钱 我该怎么玩这个钱呢 但是渐渐的他们发现 玩一下也就玩一下 最好追求的目的还是 又叫做又自己喜欢的电影 像什么 他后来拍的1942 在我看来就是 又能够叫做又体现他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像陆川这样 玩一把 证明你们这些技术 我也能干 而且本来也就喜欢 但是你原来做的那些 那些努力啊 在中国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 他指的是南京南京那类的电影 那你认为九层妖塔 和南京南京这样的电影 他能相提并论吗 不同意 那像是一个人做的东西吗 也 但是你知道 我就回答你这问题啊 就有一个90后的孩子 看完九层妖塔 他说 我怎么觉得他很像南京南京啊 这真看出鬼吹灯了 因为当那个那些十几十只红猴 行走在中国的小镇上 小那个城市的废墟上的时候 他看到了日本鬼的那场戏 他说你这完全这两场戏是 一样的 其实就我们拍的时候吧 我的摄影师就跟我说 说川你这个 怎么又回到南京南京了 其实呢 我觉得呢 我当然知道在艺术的这种价值上 在电影史的价值上 肯定南京南京是远高于这个 九层妖塔的 但是在九层妖塔这件事上呢 为什么我们还是全力以赴去做 因为我觉得 每一个 我们希望这次对工业有帮助 因为坦实的说 这次涉及到的所有的工业的技术 比如这种虚拟环境 然后跟这种虚拟的生物的这种 这是中国电影 一个瓶颈 从来没有被突破过 而我们这次纠集了 等于是十几个国外的这种团队 十几国外的总监 八个公司 一块到中国来做这件事 至少我和我下边有二十个孩子 我们彻底搞明白了 这种事该怎么做 但是在技术上有很大的 但是你觉得啊 他要是这样的一种合作方式 比如说你 上一集还说 那个制片人讲 就是说你可能在这个文艺电影 这方面你了解的多 但是在这方面 你可能还是个新丁 但是我觉得你导这种片子 导演的作用和角色 会不会显得被弱化 导演在这种世效大片中间 创作者的这种身份 首先没有被弱化 但是他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 他应该有点像这个 这种项目的一个叫 一个资源的管理者 就是你整合这些 这种创作资源的能力得特别强 你不能光你一个人讲 你比如说做一个怪物 这怪物的模样 是你想出来的 还是这个做特效的团队创作的 肯定是你要有想法 在他的衣服 在他那个汉衫 我一眼就看到了 突然上街是吧 咱们得到公安局备个案 就是你肯定对他有描述 你把描述寄到伦敦去 然后他翻译成英文 他给你画着回来 画成什么样的 还是英国制造的 这只昆仑怪兽 是英国的设计师所画的 然后红猴是韩国的设计师画的 但是他们都得按照你的想法 去帮你执行 他们可能画出五百种 奇奇怪怪的怪物 然后你得想 中国观众能不能接受这个 能不能讲 然后一点点把它再落地 但是呢 让八家公司 四千多个艺术家 做完的东西 能放在一个电影里 这个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 这个东西的可怕 你的技术上的突破 我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就有两点 我觉得有没有 我就完全外行了 我跟你探讨 就有没有办法 可以再再发展下去 一个就是盗墓啊 这个神怪片 那个盗墓的一个情节的 一层一层 我相信小说鬼吹灯 有那么多人追着看 肯定是他在这方面的悬念 一层一层 我总觉得电影在这方面 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一个 一个很复杂的一个 这个这个故事情节 那这个还是还是次要的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 非常有意思 他这个神魔鬼怪片啊 但是有一个落得很实的 就是一个红色时代 里边的人呢 从具体的道具到说话 那帮人碰到妖魔鬼怪啊 他们互相说的话 就跟革命战争一样 都撒上啊 顶住啊 怎么样 就这一套东西 你是有意的把 这个红色的这个东西 中国革命文革的东西 跟这个奇幻世界 拼贴呢 还是说是你是 没办法下面中国人 他们的具体的行为模式 一定是毛时代的 所以只能这样用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很显眼的这一题 三题也是这样 他也要从什么文革当中 一个东西 这个中国 就是说 是不是中国明年科幻年 到时候都会出现 文革科幻梦呢 文革背景加妖怪 就是这里边的 具体人物的 这个这个言行个人的接近 很红色化 跟你这个魔幻世界 是一个 是一个 你有没有意思的想过 这个问题 这个这个当然是我们 刻意为之的 因为你原小说最大的特色 就是前四本啊 从头到尾 全是毛主席语录 胡八一 王胖的一张嘴 就是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说什么 好好学习天天想上 要文斗不要武斗 张嘴都是这个 所以这导致了我 我而且我觉得 这个从书到这个电影 我认为书里边 我我最喜欢的一点 就是他是把中国 写得非常清晰 就尤其是那八十年代 那个整个的文革后期 文革结束之后 整个中国发生变化的 那个八十年代初 那个中国写的活灵活现的 然后同时又把 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 加了进来 当他是 其实把怪力乱神 不是当做魔幻来处理的 他是当做现实主义 他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 在处理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绝对是 这本书里边 最有价值的 最有现代性的东西 为什么 如果你都是玄幻的 穿越的 魔幻的 那个东西 他实际上 外国人看不懂 也不够有力量 因为你 瞬间 七十二遍 你这些东西 那就是完全 魔幻系的一套东西了 但是如果你把这种 怪力乱神的东西 照入现实 他就跟现在的这种 日常的这种科学 是吧 科学世界观 全都可以 那你就会要去找 科学的解释 他其实你看 像蜘蛛侠 蝙蝠侠 超人 这种超级英雄 题材的电影 在美国的这种 类型的电影 他其实都是 他美国当下的 这个现实 跟这一类东西 做结合 这样的话 你能感同身受 因为没有现实的依托 这类电影 你其实是 他没有最大的 影响力 就是一个魔幻 进入 一分魔幻 进入了九分现实 对 卡夫开始 一个人变虫 周围的东西 都是实际的 超人是 他一个人的飞 下面的纽约 是跟日常生活 是一模一样 但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那个片子里边的 那个怪力乱神 又好像多了一点了 稍微多了点 对 你好像是一半一半了 所以我就看不清楚 你是一个纯粹 让大家 蛮像紫环王 这样的一个 魔幻世界呢 还是说是 有一个怪力的东西 介入了一个 中国现实社会 发生的一种裂变 是后者 是后者 你的原意是后者 请看第二部 对 所以有了票房 才能拍第二部 因为我有一个大的系统 我把鬼吹灯解释为 鬼族 要吹灭 人类的文明之灯 这个是我在 这个是 我在我的这套世界观里边 给他加入的 就是有人族 鬼族 这两个族 但是那为什么 我也看到很多 这个鬼吹灯的 这个粉丝读者呀 他们骂你 骂得最凶呢 对 你怎么解释 没有 这怎么能解释呢 就改编了 他们的小说的 原来的东西 因为那个小说啊 从我拿到 让我拍的时候 就本身 它是一个 我是一个半路介入 这美国导演 就是因为干不下去了 被很多很多的 中国的这种规定 原来是美国导演 他是越狱的导演 人家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导演 但他干了六个月 干不了了 因为他所有的 他几乎所有想干的方向 都卡卡卡卡 人家说 那我就 他就从深圳出镜了 从深圳前导了 他是从深圳出镜了 就说算了 这事 我接手的时候 那条纹还是在那 你盗墓不让拍 盗墓不能拍 盗墓是绝对不让碰的 这是为什么呢 好像鬼吹灯 这个名字都不准起 这三个字也不能用 为什么盗墓不能拍 盗墓是犯罪行为 那里边杀人 也是犯罪行为 那个怪兽吃人 那难道合法行为吗 怪兽 怪兽因为他是坏人 他吃人可以表现 但是你如果 因为胡八一盗墓 胡八一男主人公 你拍男主人公盗墓 本身那几年 盗墓猖獗得要死 中央台天天在说 盗墓的什么这那的 不能拍 所以就盗墓这条线 胡八一不能盗墓 怪不得 我刚才讲的第一条线 就是我的想象 见过以后的那个妖精 怎么着都不能成精 人都不能成精 何况盗墓呢 然后不能沾鬼 所以你现在 等于我拿到这书的时候 我又想干这事 心里痒痒 然后呢 又一堆龟 不能沾鬼 鬼不能用 怪不得抗日神 去这么流行 因为我们只能找活鬼了 中国人的鬼啊 神鬼是一个文学传统啊 我跟你说 断了以后就只能找日本人 不光是文学传统 文革的时候叫什么 牛鬼蛇神 所以你这是拍了今天的牛鬼蛇神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就说准备可以拍续集了 我觉得现在导演 一个很大的压力 为什么很多人造这个假票房 所以说今天中国这个票房 也有一个问题 叫做爱造假体制 我曾经问过 我说你们为什么到假票房 自己掏钱 甚至你知道现在的这个电影啊 人家说中国电影300亿票房 其中至少得有四五十个亿 是票补 就是这个电商啊 或者是什么投资方啊 就拿出钱来 所以为什么买有的买票 八块钱九块钱 你也能买到票啊 我其实没怎么搞懂 就是说他他贴钱让你看电影 贴钱让你看 因为他要把这个票房给造出来 甚至有出现什么幽灵场啊 什么的 哎你对这种手段怎么看 我发现 邓老师你对我们电影界了解太多了 或是你们的间谍 太可怕 幽灵场都说出来了 他呢 这个呢 因为现在这个 我通过这次啊 我发现我真的学了不少 因为我发现营销啊 他确实压力很大 但我不同意这些 他他他这个造票房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他跟一个受众的一个心理有关 他叫杨群 杨群 就是你比如说你不 你对这三个片你都持怀疑太多 你会先去看什么 你会看两个东西 第一谁票房高我要看一眼 第二谁大分高我要看一眼 对 所以那票房高 你比如说他都十几个亿了 但都去看了 我不去看 我显得我out了 对 所以他首先 拉动 对吧 他把这个这个整个票房总数拉动起来 变成一个基础盘 打个基础盘 然后所有人都觉得 哎呦 那 股票也是这样 追一个股票 所有人都会追 对吧 买升不买跌 对 然后你这个旁边有一个很备受冷落的股票 你看着他肯定不卖 所以他是一个 他是也跟一个购买的一个心理有关 锦上添花也容易 其次呢 就是这个确实竞争激励 竞争激励啊 对对 那你说这一个导演 假如说这个票房失败了 嗯 是不是下一部电影再找投资 就完全非常困难 嗯 或者是假如你成功了 画家这资本追着你跑了 就 失败呢 要看 就 我觉得就是我个人 我失败了一次狠的 就那次 王子盛宴 王子盛宴 王子盛宴没过亿 当时的投资是八千多万嘛 然后但是票房没过亿 就是 你会看到的一个几个现象 直接的一个现象 就是突然所有的 你你想拍的这些项目 本来是很有可能实施的 他突然就都终止了 所以 还是个很现实的一个现象 所以你昨天还谈到 就是说他作为他这个年龄层的 他拍这个这个鬼吹灯啊 其实也是一个 有有一个突围的想法在里面 但是你看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咱们议论过 这个陈凯歌拍道士下山 包括张艺谋拍这个功夫大片 这种 一方面呢 那是你拍惯了什么东西的人 你有没有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 也许是您喜欢的 但这一定是你擅长的吗 如果最后证明 这不是你擅长的 那么这 你不是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吗 其实 但是我 我就 我对您 前面的观点都赞同 那就就这个呢 我我我个人的经验感觉啊 至少在我这个年龄 我会觉得我 我还是有很多想去尝试的 可能性还很大 对对对 因为 有时候你擅长的 比如说 讲自己的事是最擅长的 所有的导演 讲自己的青春故事 往往都能拍出名片来 但是你能天天拍这个吗 对吧 因为擅长 他往往就是这一个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 我是觉得黑泽民这样的导演比较厉害 他几乎没有在题材上重复过 但是呢 他也做了很多尝试 他其实在日本也是个争议性导演 但是等到他生命终结的时候 他把他所有的片子你连起来看 你会发现他 他描绘的是整个在他生命期间 他对日本人 日本人性的一个大写的关注 但是他通过不同的尝试 他甚至去前苏联派德尔苏伍扎拉 所以从我们导演自身来说 我们都有一种内心的欲望 去试不同的东西 这个确实是从导演内心出来的 比如说可可西里 我可可西里这事完了之后 一堆动物保护的片子找我拍 金丝猴藏羚羊 金丝猴然后熊猫 什么丹顶鹤 没找你拍狼图腾 狼图腾也找我了 是吧 对 然后就是当时我就在想 那难道要成为一个动物保护电影导演吗 动物世界组长 是 那就是 那我当时就觉得 其实这不是我爱电影的原因 你在一个事上成功了 你再去重复它 其实我内心是不满足的 但是我总觉得 电影这事啊 还跟我们这么一小节目真不一样 现在这个票房叫的压力这么大 你试的机会有多少呢 其实都 咱们都这么多年了 你知道就我是一二杆子 就很多人问说你寻枪的时候 你怎么找姜文 我没多想 我想找他 我就找他了 你就没想到就找成了 这次我也 我真没想说这事成还没成 我喜欢 我老觉得这事你喜欢 你才有可能 所以你倒奇怪 我在你身上就没看到你表露这种 现在你知道我现在见到一些这个 比他岁数还稍大一点的 有的导演呢 这个流露出非常浓重的这种 末日黄昏的这种气氛呢 甚至我就听这些一个导演跟我聊 他说我现在 也是中国一等一的 很有名的导演 他说我现在跟这些影院经理 他说我跟他们聊 他说你别不好意思 你给我讲实话 就是我的片子 和这个郭敬明的片子 你们排谁啊 他说哎 那哥不好意思 这个我们还是得排这个 郭敬明的 或者他又说一个 咱们这个岁数认为的最大的一个演员 一个味 他说和王宝强哥一块 你们排谁啊 他那肯定王宝强啊 你知道吗 你就 你就从他这个话里 你就感觉到很 很残酷的一种 新陈代谢感 你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吗 我能感觉到新陈代谢 但是我是觉得 但这种事对于你 我想想 其实我就想的不多 说实话 想的不多 想的不多 我会觉得 反正九层 就我会有一个直觉 当时我做鬼吹灯的时候 其实鬼吹灯没有像现在这么热 两年前吗 当时我做鬼吹灯的时候 就是我会觉得 哎 这是我想干的事 因为我从小就好 这个神秘的神秘现象 神秘的神秘主义的东西 特别喜欢 我也喜欢看一些神话的东西 我喜欢 然后我今年 我看到那个大晟归来的时候 我还挺感动的 我看大晟归来 我就 我感觉到很 很有一种同志的感觉 嗯 这个这个同志不是那个同志啊 我的感觉就是啊 有人 也在做 类似的事 因为导演看导演的作品啊 往往看的是一种 一种心气 我看大晟归来的时候 我感觉 哟 我说这导演我特想认识 因为我感觉我们都想是干的 干制作 想把制作做上去 想把这个画面 视效 能够看 让电影出现一种制作感 所以你看出来吗 我聊的都是电影界的机心 他呢 其实还是有这个同心的 是吧 但是这个东西 要经受市场考验的时候啊 也会变得 你你比如说 你需不需要让自己现在琢磨 现在90后的观众 他们喜欢什么 或者甚至就说吧 二三线城市的这些个观众 你认为你了解他们吗 因为你看 要照我说 你比如徐征这个港炯的成功啊 呃 我不知道有多少是内心冲动的成分 但是我觉得至少很大呀 它是一种很精密的 很精密的揣摩和计算 甚至我认为从宣传的方法 一直到整体的营销 一直到包袱的设置 一直到一个流行歌 什么像港店致敬 甚至它完全是一个品牌的考虑 比如这个炯 对吧 好 这个品牌打出来以后呢 接下来可以有印炯啊 又可以有这个炯 那个炯 我这个 一直可以拍下去 你会感觉到 它是有这样的一种战略 谋略 你觉得你 你有这个头脑吗 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 坦率的说 我经历了这个九层两塔这件事 我认为这件事 他们这么做 是好的 真的 就是 就是它的营销团队也好 或者说是徐征导演也好 他如果有这套 反正是看到了 他这套思路是很完整的 而且执行力也很高 执行的这种精度也很高 我觉得这在一个工业体制里边 在一个商业片的这个 这个范畴里边 这个恰恰是我 我特别羡慕的 我很希望我身后的 乐视发行的这个团队 还有营销的伯乐团队 还有他们能够做到 像他这么这么精密 至于我自己 我对自己要求就是 就像你说那个 就是能抱着这童心 能够能够任性的去干一把 就行了 因为我觉得艺术家跟商人合作 跟绝对的商人 绝对的艺术家 跟绝对的商人合作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个世界 在这个电影世界里边 才是完美的组合 合一呢 有可能 合一一定会有损失 就是当你一个艺术家 你商业头脑特别强的时候 你作品一定有受损失 或者说你是一个商人 你老抱着艺术情怀 那你的商业利益 也必然受损失 这个 这个东西 这样的例子我们见过 对对对对 这个合一不了 没错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个电影票房 十几亿 现在变到三百亿 这个很开心 但是也忧虑 因为中国现在的票房 跟GDP一样 现在大家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 一是怕将来不保 不保这个增长率 第二是怕的 这个数字有水分 现在就有水分 这个这个票房 如果有水分 我们这个我们都看到了 要GDP也这样 那吓死人了 对不对 另外一个值得分析的 就是说 中国票房增长得这么快 到底它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那个 那个屏幕多了 造成的增加 还是因为中国老百姓 现在的消费能力高了 就是增长这么快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它不是因为电影的 艺术的质量和数量 所现大跃进 票房对 那这个到底啥原因呢 是因为这些快速增加了 二三线城市 都看得到这种 这种现代化的影院了 造成了这个 这个这个丰收 还是因为真的是 老百姓钱也真的是多了 出境内需了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 是首先影院是一个现象 影院屏幕数多了 它下沉到这个 二三四线 二三四五线城市 那么我觉得这个带来的结果实际上是一个观影文化的一个形成 它就是它一个消费习惯形成了 现在老百姓 我去我去新疆 我去新疆 我发现 很豪华的影厅 很多年轻人在看电影 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值得高兴的 而且这个时候那么好的设备 他们不满足于看文艺片了 对 要看是声光化电 没错 没错 好 这个是首先是由于这个荧幕数 影厅的增加 尤其它开始 遍铺这种二三四五线城市 物质决定精神 没错 它导致了这种小镇青年 我其实很讨厌这个词 其实中国没有小镇青年 我就说这有点歧视性 我觉得在那种原来 原来我们所谓的偏远地区的 这种青年人 能够等同的第一时间 看到我们的享受 过去只能看放影队的 对 现在进影院了 这就是一个 而且他们开始养成了这种习惯 这是一个观影文化的一个形成 我觉得这个其实 愈发证明电影很重要 所以讲什么样的电影 拍什么样的好电影 去影响这批人 这是我们的责任 对 其实我就觉得电影 那天不是还有人说 说中国电影再牛再发展 它比比如说 比起中国制造业来说 它也是九牛一毛 对吧 甚至过去有人说 连中国洗脚行业 可能也顶它一个票房 对吧 但是为什么大家对于这个电影 还是这么重视 而且我在 我不说两点 我差第二个 第二点 但我不是学经济的 我只能拿我研究的历史上 那事儿来说 不正确的 我认为现在中国经济不好 恰恰因为经济不好 观影人群会上升 这是在好莱坞就是这样 好像在美国也是这个规则 好莱坞经济危机的时候 票房 娱乐业大发展 经济特别好的时候 娱乐业就比较一般 倒不一定萧条 一般 你比如今天国庆 今天国庆18亿 我觉得呢 有可能很多人在之前的股灾里边 没有钱出去玩了 没错 日本也去不了了 香港也去不了 近的地儿不错 近的地儿还可以 你可以看看远的地儿 我相信会下降的 是是 日本是近地儿 但是 进一院子多少钱 这个钱 你过个节 还得吃争饺 没准是人民生活萧条了 我是觉得经济可能 可能跟没有关 但我不知道这准确不准确 纯属我意义 不 这绝